这一题基本上 也稍微复杂一点点,不过还好就说 他这边应该15嘛,往上你可以画一条线 那这一条线 这个78,然后这边画两个圆嘛,这个就把它 半径为10,然后跟32 那一样画出来之后,这边会有一个 切边 会经过这一点 切边切点,你可以画什么 这边的这个 这个 它的半径为100,那你可以从这个切点为中心点,画多少 200嘛,然后也是切 然后也会切 然后切那个大圆,会产生这个边 这个边画出来之后,其他的部分就比较好解决,其他部分呢,再把这个地方 画出一个 也是切,这个是5,你可以把它偏移过来5 有一个切,然后切这边,切切半,这边就这个圆就画出来了 另外这一边的话呢,你可以把这条线拉长 也有个切边 对 然后这边有个切边,半径为 18,这个地方就画出来了 所以这一题,几乎都在切切半 几乎都在切切半 OK,那我们来画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这一题 第一个,我们从底部画一个 15 15 OK,然后Enter 再往上78 78 OK 接下来的话呢,上面画两个圆,所以这边画圆,第1个圆是 先32Enter 再空白键一下 再画一个10Enter 好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切边切点,所以我们在这个切点上面的话呢,画200 然后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圆,对不对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利用绘制里面的切切半 特别注意,它会怎么跑呢 它一定会从这边绕过来 所以呢,特别注意,你从这边点这边的切边 然后绕过来一定会经过哪里,特别注意 印象,应该是会经过这边 然后半径的话呢,给100 他就绕过来了 OK,有没有看到 这样就绕一圈,特别注意,切 切点的位置,你不要选错 选错了,它就跑另外一边去了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切完之后,这个地方的大圆就可以delete掉了 接下来的话呢,修剪 空白键,把外面这个地方,这个把它修剪掉 接下来这边有一个 10跟18,对不对 我们先处理这边 可以把怎么呢,可以把这边的这一个 这条线,因为它过去多少呢,过去 距离为5嘛,对不对 那我们该用移动的好了,比如说把这条线怎么样呢,把它移动 移动,然后选这个物件 空白键一下 然后把它往这个方向 这个方移动 水平方向 5Enter 移过来之后就有个切边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用 绘制里面一样 切切半 切哪里呢 切上面的圆 跟切这一边 半径为10 Enter OK,好了之后的话呢,再来处理底下这边 底下这边的长度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把它拉长一点点 然后再来的话呢 切切半 半径为18 切 切半径为18 所以这边输入18Enter 好,那这样的话呢,其他线段 就把它 修剪掉 这条线其实就可以不用了 然后其他部分的话修剪 空白键,这边这条线不要了 然后绕过来这个不要了 然后再绕过来这边不要了 这边也不要 OK,那这个图形的话呢,就完成了 其他标注我想 再自行标注一下 OK,好吧,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范例68 范例68 咖啥 大家看 我